大家好,我是CT 这是一期针对核聚变2019北京站独立游戏区参展游戏的介绍视频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理解为核聚变的独立游戏直面会 本次核聚变中,大家将能在独立游戏区中体验到20款风格各异的游戏作品 我会大致介绍每一款游戏的特色以及我对其的个人看法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关注独立游戏的朋友可能听过一款叫做Replica指尖阵争的作品 这款作品于2016年推出,凭借其出色的氛围营造 巧妙的智能手机谜题设置 以及反乌托邦背景的深刻主题取得了不俗的销量和口碑 反正我听说开发者靠着这款游戏把房贷车贷都给换完了 顺带嘚瑟一下 前作Replica的中文本地化工作是由我和一位朋友Craft共同完成的 大家对本地化的反响也还挺好,开心 在沉寂了将近三年后 这位韩国独狼游戏开发者Somi把他最新作品 《律法之地 Legal Dungeon》带来了本次核聚变现场 这是一款中文字阅读的警察题材解谜游戏 玩家需要扮演一名警察通过审讯记录来撰写犯罪调查报告 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如实撰写报告 也可以各种夹带私货 总之被告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玩家将面临各种职责与道德之间的艰难抉择 依照前作尿性来看肯定是怎么纠结怎么来 开发者Somi有自己的新浪微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关注顺便催发售 同时请大家不要担心语言问题 经过Somi的努力 《律法之地》将他本次核聚变展出新鲜出炉的简体中文版本 感谢他的努力 圣女战旗去年也参加了核聚变北京战 排队试玩的玩家络绎不绝 成为了当时独地游戏区人气最高的游戏作品之一 首先我不得不说 当年第一次看到圣女战旗的首发预告片时 我就感叹 虽然还没看到游戏什么样 但这个片子做得可真好 你且看着预告片又白又大 镜头给的恰到好处 题材是国产游戏从未触及过的法国大革命 主角是拿破文的妹妹 最后结尾居然还直接想起了马赛局 直接把观众情绪推向高潮 本作的实际玩法是SRPG 一眼看去很有皇家骑士团的风格 而对战画面则是十分具有 当时时代特色的排队枪壁模式 在经过长时间打磨后 游戏内容现已趋于丰满 地形 天气 技能 排兵布阵 后勤 人物关系等要素都已陆续失装 虽然本作从玩法创新角度来看 也许不会给玩家太大惊喜 但对于喜欢SRPG游戏类型的玩家来说 则是一款绝对值得一试的作品 游戏的最终效果如何 还请大家去现场体验 《喂趴侠》这款游戏的名字 完美描述我在何去变迁的生活状态 因为最近我永远都是一边喂着随时要趴下 一边又要在照下担心门票没人买的 叨道中强撑着疯狂工作 所谓喂趴侠也许就是这种 喂到已经自己感觉自己很牛逼的境界 而这款游戏的主题也是这样 玩家将扮演一名喂得要死 但还不想睡的人 此时的他根本不愿意起身 于是就需要在地上雇佣着去完成各种目标 去年这款游戏参展时名字还叫做《累了》 当时游戏的完成度还很低 玩法也相对单一 主要就是操作角色 雇佣着躲开枕头以免睡着 这也是我对游戏不太满意的一点 如果我真这么困的话 可能根本不需要枕头 是个平地就能让我睡着 今年公开预告片我已经惊了 制作组已经把这个题材诡异的游戏 打磨到了看起来完成度相当高的样子 而且从宣传片来看 游戏多了不少新玩法 另外友情提示这家制作组的前作 是画风看上去不在一个次元的蜡烛人 转换风格的情况很常见 但根据开发者高明亲口所说 本作竟是蜡烛人的正统续作 我信了 你们呢 讲真《轮回深渊》这游戏 我有点快介绍不动了 因为这已经是这款游戏 连续第四次参展和巨变了 而且一直没有能玩到过 比较完整的版本 但我仔细想了想 开发者郭星大哥的笑容和肌肉 本着负责与保命的原则 还是要向各位好好介绍一番 《轮回深渊》是一款2D动作游戏 游戏中带有高风险的永久死亡机制 和随机拼接地图等 Rogelike游戏常见元素 但开发者同时想体现的 还有塞尔达风格的世界探索和互动元素 如同标题所说 玩家需要在不断的轮回中 最终找到这个世界的黑暗真相 从前作《愤怒军团》一路跟过来的我 十分喜欢这个制作组硬派和粗犷的美术风格 这次《轮回深渊》虽然采用了像素画风 但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 主角的各种动作和技能都充满了力量感 另一方面和一些喜欢跟风 什么题材火就做什么的制作组不同 我很欣赏金调和工作室 总能盯紧自己所中爱的元素 或者题材不断深挖 拼尽全力不只为取悦玩家 也是要做出一款自己喜欢的游戏 《愤怒军团》如此 《轮回深渊》依然 好了我说完了 郭大哥你能把袖子撸下来了吗 回想了一下 我对《玩霸无双》的初见感想 从这什么屌东西 到这也太屌了吧 之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间隔 的确 这款游戏给人的第一印象 除了怪就不剩别的了 然而只要一上手 就能在一瞬间理解玩法 并体会到各种乐趣 《玩霸无双》的玩法 是绝地求生的移动机制 加上了格斗游戏的属性 玩家需要利用角色手中的各种兵器来移动 并用其夯死对手 和普通的格斗游戏不同 这种移动和攻击融为一体的战斗模式 十分不好操控 另外每个角色还有一个特殊技能 给这种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战斗 增添了更多乐趣 开发者是个很有趣的人 大家可以去这款游戏的 模点创意页面 感受一些作者的文案水平 总之我已经完全沉迷了 活动现场应该会经常乱入 摊位和玩家对打 到时候我应该会玩犊子 那您呢 这款去年参加过广州和剧变的原能失控 在制作本期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在steam以抢先体验形式发售 简而言之 原能失控是一款手感硬派 美术精细的rogelike动作游戏 由之前大火的国产独立游戏 服饰守护者主创所打造 不过游戏在发售后的评价情况 却不容恶观 截至视频录制时 好评率仅为63% 也就是将将跨过极客线的程度 目前差评集中批评的地方有三点 难度 手感 以及战斗方式 难度和手感相关问题 开发者已经在着手调整 但战斗方式部分 却很难做出大的改动 很多玩家指出 游戏中只能四方向射击 且无法移动射击 让自己很不适应 对此开发者在与我沟通时 表示他们已经看到 玩家各种吐槽和诉求 正在努力尝试新的解决方案 但总体方向 依然是想让战斗体验 更倾向传统动作游戏 讲究观察并制定战术 希望制作组能够再接再厉 持续打磨游戏 用实打实的品质 来说服对游戏操作模式 还不太习惯的玩家 现场的各位 如果对游戏有任何建议 也可以当面和开发者讨论 迷失的哈士奇 开发者西罗 是个有趣的人 从他和我聊天 十句话就能搭配 上百个二哈表情包 这点就能看出来 想必是个狂热的爱狗之人 不然也不会连这两个游戏 都是哈士奇主题 迷失的哈士奇 是一款纯紧名游戏 玩家需要控制一个哈士奇 用不断改变重力方向的方法 来和自己的心上狗见面 游戏核心玩法 重力机制十分简单明了 而后期的关卡 会不断地在此核心机制的基础上 增加新的特色解谜 总之是个偏休闲放松的小游戏 和那些为了掐饭 而顶着压力 做游戏的开发者不同 西罗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游戏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 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我在玩的时候 能感受到一股 从内到外散发的纯粹快乐 希望西罗可以抱着这份热情 继续开发下去 也希望他以后聊天时 可以多打字 少发点表情包 拜托了 我是个又爱吃又爱做饭的人 所以一听到有美食游戏想爱参展 根本就把持不住 而看到是大凡胜饱腹市场后 就更兴奋了 这不是一款新作 初代早在2015年 就登陆了海外移动生成 之前曾有爱好者做了汉花包 并获得了不少玩家的喜爱 而这次 大凡胜饱腹市场系列 终于有了官方中文版 这款游戏很容易给人一种 自己是无脑卖萌 放置手游的错觉 实际上除了模拟精英和放置元素 游戏中还包含了一个 高达数十万字的背景故事 听起来这么大一个剧本 加上萌细化风 很像是会有恋爱养成元素 对吧 可惜没有 那么还是抓住游戏重点 欣赏各种美食 对不起 还是他妈没有 是的 在这个游戏里 美食二字是绝对要打引号的 游戏中看似美术风格温馨柔和 文案描写细致到位 让各式菜肴都看起来很可口诱人 然而只要细看 就会发现这些食物 要么是黑暗料理 要么不可名状 纯辣椒三明治 面包加乌冬面 这些玩意儿你会想吃吗 反正我不想 但总而言之游戏好玩吗 那肯定是值得一试 总有人说回合制战斗过时了 但我对此的看法一向是 别扯没有用的 一切靠游戏素质说话 均不见多少嘴里 看不上回合制的人 在当时P5推出后 就满口天下第一了 Avoria Versus 就是一款特地独行的 纯回合制对战游戏 没错 这款游戏纯的不行 甚至抛弃了所有剧情 和背景设定等于 核心机制无关的内容 玩家需要做的 就只有预判对手攻击 并将其击败 游戏中包括16个 拥有不同技能和属性 并相互克制的英雄 玩家需要选择其中三名 来组建自己的独特队伍 与其他玩家进行对战 不同于一般游戏 战斗后结算的方式 Avoria Versus中的 玩家的英雄技能 是可以在战斗中 随时使用频率而得到升级的 进一步加强了 游戏的策略性和深度 本作计划于5月9日 也就是核聚变展会前上市 大家可以来试试 在泰武汇卷当前的光环之下 我想不出该用怎样的介绍 此外确切描述这款游戏 它是2018年 国产独特游戏的销售奇迹 它是中文护点网上 一夜爆红的流行梗 它是一行行 被吹得神狐其神的绿皮代码 它是捉曲曲模拟器2018 它是一个能靠送饭约炮 换武丁秘籍的神奇武侠游戏 它是3.5的开发者 埋头研发两年的心血之作 它是主创茄子 从初中开始就存于脑海中的一个构想 但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栩栩如生 很多玩家梦寐以求的武侠世界 泰武汇卷的优缺点 在网上随手一查 就是海量的信息 我在此也无需赘述 同时开发组 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更新游戏内容 各位带到游戏完工之时 再下定论也不迟 不过 本作虽然人气火爆 但你能在线下 与泰武汇卷主创门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如果你想和茄子或现场各位同道见上一面 同时聊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种种故事与其遇 本次核聚变将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以上便是核聚变2019北京站 独地游戏直面会的上半部分内容 在下一期视频中 我将为大家介绍另外十款参战游戏 核聚变2019北京站 将于5月11日12日 在北京异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欢迎大家踊跃购票前来游玩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